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亚马逊第四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9%至1374亿美元 大致符合分析师预期的1376亿美元 此外,该公司预计下一季度的收入为1120亿美元至1170亿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测的1200亿美元 与2020年的3861亿美元相比 2021年净销售额增长22%至4698亿美元 排除全年汇率同比变化带来的38亿美元的有利影响 净销售额与2020年相比增长了21% 正如亚马逊首席财务官布赖恩、奥尔萨夫斯基 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解释的那样 这种流行病,及其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供应问题 对公司构成了挑战 然而,亚马逊股价在周四盘后交易中飙升14%至3175美元 这表明投资者相信该公司很快会表现更好 奥尔萨夫斯基告诉分析师 虽然我们所有的团队现在都在与Omicron作战 但高管们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确实看到了曙光 从而帮助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